台湾防疫有成是谁的功劳 国台班发言人马晓光在年底的记者会上 提到了经过多方努力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供应台湾地区复必泰疫苗 本年度合计运抵岛内1333万剂 不过对此 我国指挥中心发出了新闻稿 严正博斥账的说法 表示我国的疫苗是由民间团体和有偿购买 这个努力不容被抹杀 永宁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开心贴文 1333万剂到货BNT作为2021年结尾 因为从半年多前 洪汉永宁基金会携手台积电和磁剂 向国外购买BNT疫苗一共1500万剂 2021年最后到货将近9成成功达标 但现在中国国台办要来收割了吗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第一批 复必泰疫苗于今年9月顺利抵台 我们合计运抵岛内 这个疫苗是1333万剂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的数字 和刘又彤讲的一样 第一批进到台湾的BNT是9月初的93万 最新一批到货后刚好是1333万剂 不过马晓光说的是供应 这让指挥中心怎么能接手 连被问到如何帮助台湾对抗疫情 国台办还反批我国政府 指挥中心也发新闻稿 针对国台办错误内容澄清 疫情期间中国大陆提供我方 疫情资讯共286次 向WHO申请220场会议 只有77场获邀出席 两岸只相隔一个海峡 但认知和资讯却差很大 记者复杂黄尘波台北上的报道